大家好,歡迎來到聲音聲言,我是阿笨 今集的聲音聲言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星盤之中十二弓裏第六弓代表的是什麼呢? 如果你還未知道自己的聲本是怎樣的話 歡迎點擊影片下方的一條link去查詢一下自己的聲本 事不宜止,馬上來看看不同的行星星座 坐落在第六弓的時候會有什麼特質? 第六弓又稱之為盧伯弓,它是處女座的固定位置 而顧名思義,它是和盧毛和身體豪損有相關 而在過去的時候,我們通常看盧伯弓 就是看一個人怎樣去對待一些比自己低下層 即是他的伯仁的態度 而用到現今的時代,我們通常會看的是 一個人對自己的常識,對自己的老闆 會有什麼樣的看法和態度 而盧伯弓可以看出一個人的行事態度 他的內在原則,他的節奏和方式 也可以看到一個人的疾病和保健營養方面 除此之外,盧伯弓也可以看到你和你寵物之間的關係 當太陰星座坐落在第六弓的時候 你很喜歡藉由工作,勞務,服務人群等方式 來展現自我,肯定自我 無論你是不是真的喜歡這份工作 但是工作都將會佔據你生活中大部分的時間 建議你應該訓練一下自己有效率地去處理日常的禮行事務 可以幫助你的生活更加順暢 而由於工作會導致能量的消耗 所以你必須要特別去注意過度路累或健康方面的問題 適度地去平衡一下休息,補充體力 除此之外,你亦都有機會獲得有力手下的幫助 在工作領域之中,很容易會成為領導者 當月亮星座坐落在第六弓的時候 既情於工作,可以令你得到一種安全感 你很容易對工作投入情感,適合從事和人接觸的行業 如果你是一個主管的話,你將會像一個媽媽一樣 非常照顧你的手下 有機會可以從事健康、營養、保健、看護等相關領域的工作 情緒和你的健康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當工作上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應該要適當地去調節一下自己的心情 而且要多點注意一下飲食 除此之外,你可能很喜歡寵物或小動物 牠們亦都會成為你情感投射的對象 當水星星座坐落在第六弓的時候 你的心智能量大多數都是消耗在牢牧工作上 但是你都會從過程之中累積不少知識和經驗 你的健康和當時的心智狀態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那個時候你想得多或過於緊張、缺乏休息 就會造成你健康問題的主要原因 所以建議你可以做一些伸展運動 令你的頭路可以暫時放空一下 你可能會從時和寫作、語言、溝通、運輸、資訊、教學、醫療保健等相關的工作 而對於一些繁複、禮行性的工作或流程 你總是可以很有條理和邏輯性地去軟性 當金星星座坐落在第六弓的時候 你其實很注重工作環境的舒適度和氣氛 所以和同時之間的關係都相當融合 很容易發展辦公室戀情 而你日常工作可能會和健康、美容、保健、設計、藝術、音樂、娛樂或公關等領域相關的 除此之外你可能會擁有很可愛的寵物 例如貓貓、狗狗 而他們都很可能會成為你情感投射的對象 好了,今集第六弓路牧公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下一集將會是大家都很緊張的第七弓了 如果你對於星座或是透露牌很感興趣的話 歡迎點擊我的透像進行Youtube Channel的Subscribe 記得打開更新提醒小鈴鐺 如果你想找一下阿彌算一下透露牌或者看看星盤的話 歡迎點擊影片下方的link 或者寫信到以下的email address 那我們下一集聖遇聖言見 謝謝大家